杜姐鄭玉玲自從去年年底宣布和無線結束44年賓主關係之後 一向都力撐杜姐的松草大王陳恩德 除了邀請杜姐擔任品牌代言人之外 最近更宣布會再擲千萬提早與杜姐逐腳 號召力強勁的杜姐同樣沒有令松草大王失望 杜姐所代言的產品在宮展會全數孤清之外 甚至出現了全面斷貨 可以見到杜姐的威力有多強勁 有見及此松草大王陳恩德 也宣布希望提早加簽杜姐合約 她還堅持說沒有其他人代替杜姐 杜姐真的很專業 現年65歲的杜姐 在離巢無線時曾經表示 希望有新的開始 可以更加自由和嘗試更多的新事物 跳出舒適圈 而在離巢之後的杜姐 除了即刻宣布拍攝旅遊節目之外 亦破天荒在國家盡193的MV上 黑川做女主角 在MV中 她以一身英國貴婦的造型延伸 造型相當優雅又高貴 令人很期待杜姐未來更多的新動向 發展自然單位的 黑川做女主角 電視 公宣布 我們在這次的 庭 千古 台